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台拉维夫和遭遇哈马斯绑架的人职家属见面 只见他握过一双双手抱一抱拍拍肩膀 但见不到亲人的痛实在令他们无法接受 而以色列军方也证实被绑架的公民数再上修 从126人来到155人 另外部队在加萨地区也找到了一些人职的议题 身为纳坦雅胡最重要的盟友 以色列财政部长也公开发声说政府失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竭尽一切和人民站在一起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也去视察遭袭击的囤肯村庄 只见林论的街道布满弹孔的房间一片狼藉 最后他也替罹难者点蜡烛致哀 但这场战争带来的悲伤 让曾经在音乐际经历过生死一瞬间的幸存者 也用以色列人最大的伤痛来形容 以色列政府正式宣战 还对加萨走廊发动大规模空袭 造成大量巴勒斯坦难民逃难到与埃及的过境点 促使埃及决定无限期关闭边境 来自英国的少女就这样受困 拿着英国护照接受采访 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边境 只是在美国斡旋之下 目前埃及仍只开放物资进到加萨 因此各界人道援助约一千多顿的物资 也在第一时间涌入 战争惨况不断传出 所有人都在盼望结束的那一天 TVB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